澎湖漁船打撈小管 连人带船被押去了中国 现在音讯全无 就在昨天晚上 案发24小时之后 更大批的中国海浅船 来到这个地方 还广播 还驱离 今天我们更担心的是 接下来会不会海上连人带船 扣押会变常态 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眼前要问的是 哪一个部会可以出面来研究 好 今天要不要抱歉的观众朋友 现在目前看出来 我们的澎湖漁船 应该就在福建近江的围头港 因为刚刚那个导播的画面 昨天还没看到 它整个AIS那个船的讯号 就被带走了 那中国道路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领海 昨天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扣船是正常的状况 观众朋友 今天事情 我们把这个事情讨论一下 第一个 有没有在中国的领海范围 有 第二个 这个范围 其实因为海巡署 昨天我给大家看了个公文 澎湖那边有发说 这两个月 五到八月 我算三个月 这三个月是它的休余期 你尽量不要去 否则被罚 那现在如果说能够罚钱 把人跟船带回来 其实说实在就是不信同大计 好好把它处理掉 被罚嘛 第三个是什么 中国海警跟国台办 他们有发一个新闻稿 这个东西 报新闻有一说一 跟大家观众朋友报告 我们的船长 我们的船员还没有带回来 对不对 那他用什么网 我们现在不知道嘛 可是中国海警发的那个新闻稿 讲说他用的是极小网聚 因为我们现在是休余 就是不要去再去补鱼 就让它休养升级 你不但来补 还用小网聚 那代表什么 大鱼补回去 小鱼也撈走 所以破坏海洋生态 GG3点 他把它扣传了嘛 那观众朋友 因为是这样 这个是在整个事件的层面 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 大家会讲说 昨天包含了 接受我们报新闻 我们访问的那个 澎湖的船东 船长被抓了 船东在澎湖 七美宜嘛 这早起 这次也好多艘 为什么就抓一艘 所以很简单 杀鸡仅红 杀鸡仅百嘛 那为什么以往可能没事 现在有事 大家讲说 就是因为政治对立 赖总统讲了两岸互不利息 中华民国 与中华民国互不利息之后 现在看起来 中共就冒了 确实是啦 以往我相信 渔民的生活经验就是说 好了 我就看他那个渔场 小管我要去抓 那大不了海警船来了 他还没来 我就先跑 对不对 有人在那边摆摊的时候 警察也会开罚单啊 可是警察来了 我就先跑啦 没有招到就没罚 谁知道给我带走 对 整个都扣走 怎么那么严重 因为现在两岸是政治 是非常严重 其二 扣走这个船不是只针对 这个大进满88号 君强哥 因为今天他要告诉你 这是我的海域 我有执法权 我就扣你 对不对 所以国安单位讲说 奇怪 扣船不寻常啊 是不是在弱化中华民国的主权 没有中华民国嘛 对对外来讲 哪里有中华民国 1949年就没有了 所以所有在这边的 你要知道 回过头来 我看得很细啊 君强哥你知道 海警 中国的海警 发的新闻稿 说我们越界 然后使用很小网据 对不对 他里面有讲是台湾省的渔船嘛 所以他就告诉你 他在执法啊 我今天福建省的渔船 浙江省的渔船 台湾省的渔船 哪一个渔船 违国我就抓谁嘛 所以就弱化中华民国主权 没有中华民国啦 那当然 这个渔会总干事 之前的总干事 他在讲说 这个要好好处理 因为呢 以前不会这样 只是驱赶 又或者是 啊就讲讲就走了 现在是把你人跟船都带回去 这不是常态嘛 这也不常见嘛 可是现在发生了 那既然有一 就有二 无三还不成立 所以渔会的这些人 就讲说 会不会变成常态啊 扣船变常态 中央之下的时候 那我们就只能够 跟我们的渔民朋友 讲一件事了 那真的是 中国大陆海警船 能到的地方 基本上暂时都不要去 否则很可能 会有第二起 现在是在他的领海 那真的就不要去了 那如果在经济海域呢 或者是传统 在这个十二海里 以外的临街区 在临街区以外的 两百里的经济海域的时候 在海峡中线的时候 他也来赶 甚至来抓的话 怎么办 大家担心的是 后续的情形 我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能够花钱熟人 熟船回来 那是最最要紧的事情 问题是现在 两岸已经不断去堆叠 那个恶意的话 到底哪一个部会 现在站得出来 能够说得上话 把人给营救回来呢 谁都想要说得上话 但是看起来有一个单位 他完全说不上话 那就是陆委会 而且已经好多年 没有说上话了 因为国台办跟陆委会 完全不对口了嘛 以前是国台办 直队陆委会 海机会直队 对岸的海协会 那现在问题是 完全都断流啦 大陆交流委员会 交流委员会 大陆交流 可是现实上是 已经断流了嘛 所以就没有了 那我相信 梁文杰副说理 他压力也很大 所以今天出现了一个状况 记者朋友也在抱怨啊 你进到立法院 九点要开会 对不对 通常八点半 记者就会去了 我以前都跑立法院 总是要问一下 部长 对不对 通常会回应一下时事 他今天不回应 不回应 后来记者就不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 他就说 因为等一下 我上去委员会问我 我干嘛要讲两次 所以显然看起来 梁文杰副主委 第一个 他不相信 问他问题的记者 没有信任感 第二个就是 他现在压力也很大 所以非常紧绷 那这个 这个海委会的管妈 观众朋友 动214的时候 记不记得 其实讲到这个 居然跟我多讲两次 动214的时候 这两句遗体 都还在金门的地检署 你还没给他办后事 那你 所以为什么说 以前都驱离而已 现在怎么就扣船了 因为动任央事的事情 根本到现在还没有处理 那今天 这个海委会的这个 这个主委管碧琳也讲说 我们的船 确实是在中方的海域 去作业 那你要发现 昨天一开始 海巡署 是说 我们要去把它救回来 渔业署是说 那是传统渔场 可是昨天在节目当中 我就讲说会不会改口 真的改口 对不对 渔业署昨天早上讲说 那是传统的作业区 什么叫传统作业区 就是渔业署理解 他会在那边捕鱼的 可是我为什么觉得说 他有可能改口 因为我有看到 那个澎湖的公文 他是确实是有叫渔民不要去 所以现在包含了海委会 陆委会跟这个渔业署 都已经是口径一致 都说 真的很遗憾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呢 是因为渔民冲到了 不该去的地方 或许用了不该用了网 然后现在是休渔期间 人家有公告 你还这样 走去那时时间也不对 地点不对 时间不对 用具不对 三个不对 中央直下的时候 被抓了 很遗憾 赶快花钱 把人跟船给赎回来 宇倩来告诉我们 如果两岸继续堆叠恶意 继续下去的话 受害的就是老百姓 就是人民啊 这不只是两岸堆叠恶意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要追根溯源 就是民进党这次反应很奇怪 比如说过去遇到这种 被扣押的事件的时候 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干嘛 大明大方 抗中保台 谴责大陆 谴责中共 谴责中国嘛 那去跟我访问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赖青德有没有谴责 没有 左龙泰有没有谴责 没有 管碧玲有没有谴责 没有 若以后有没有谴责 都没有 都没有谴责 所以到底在抗中保台还是什么 怪事了嘛 那请问一下过去17年 有没有这一回事情啊 中国海警 没有啊 以前17年来从来没有扣押过啊 那渔民都一样在那边补鱼啊 补小卷啊 所以这里很简的嘛 他在陈述一个概念 他在陈述什么概念 就是说两岸同属于中 所以你是我们的人嘛 台湾属于中国 我才会适用中国的法律嘛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吃豆腐的行径哦 这个比侵犯内海还严重 那你看好 我们的海巡署讲的说法是什么 怪渔民 说你们跑到人家内海去了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是我们渔民犯错了 跑到你们家去捕鱼 所以才被抓起来 他在把渔民给卖了耶 所以他的讲法是这样子 但有趣的是啊 赖政府不是一直跟我们讲要深化民主 要抗中保台 要两国论吗 所以站在这个立即上 为什么硬不起来 我跟各位讲嘛 这个完全是哦 我们讲的 肉线的啦 这是代表抗中保台 只有一件事情啊 遇到中国会不会抗 不抗 遇到中国人不抗 反而抗中保台是对谁的 对自己人 对国民党嘛 对民众党嘛 说你们是共匪嘛 说你们是卖台嘛 说你们这些人被渗透了嘛 但真正遇到中国人不碰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是赖清德的红线嘛 赖清德的抗中保台 只限于内销 只限于对自己的 而那一条红线就是不敢碰中国了 否则我问你哦 俊强哥 今天如果他把这件事情上纲到两岸冲突升温 你觉得谁会介入 美国 美国当然介入啊 对啊 这变中美问题了嘛 是 这变中美台问题嘛 如果当初惊吓事件一样啊 所以你看管碧琳哦 每个人都一推三不管 梁文杰说哎呀我不要再问我了 我现在等一下不是跟立委再讲一次吗 你少来这一套啦 红楼二楼 你每次官员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都会在那边受访啦 都把是讲完以后里面再问一遍嘛 然后问不够的叫立委再问嘛 什么时候说记者回答完之后 然后立委还要再回答一次 然后有这个道理 从来没这个道理过 本来就是记者问完立委再问一次而已 但是没有人想要接这个锅 大家互相甩来甩去 管碧琳更可笑啦 管碧琳看了什么 赶快放人啊 这是司法问题啊 他还补一句 他说这个渔业署的选择 推给渔业署 推给那个小不拉机的渔业署 关渔业署什么事情 所以这理由很简单 还说认知作战 那不是有媒体说哎呀 这个会说是修理赖心得 都是认知作战 就你知道今天蔡绵燕讲说什么吗 对 就是政治性因素 就是对准着我们讲的两岸关系而来的 那你要不要先把蔡绵燕给办了 蔡绵燕也认知作战啊 所以民进党现在过去的谎言 完全被戳破嘛 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抗中保台 遇到中国人他们先腿软 他们先跪 他们唯一会保台 会抗中的是谁 是在自己家人里面 国民党民众党2350年 找共匪找战犯嘛 人船被押走了 董哥 人民眼睁睁看到的是 政府不同的部门在干嘛 甩锅大戏 该硬的时候没硬 所以我就问 这艘船之后以后会扣船变常态吗 当然会变常态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政府到目前处理的这些各个单位 这些各个人啊 建立赖清德在总统府在成立一个委员会 叫做嘴炮委员会 他们完全无法可思 不管是陆委会 海行署 或者海委会 因为你们根本找不到对方的 对口单位 我老实讲 根本没有人要跟你谈嘛 你们这些废物除了在中华民国领高薪 打嘴炮还能干嘛 过去为什么都可以 现在不可以 因为现在你们对我们态度很恶劣啊 这个简单讲就是这样 其实整个事件 很早你可以看到嘛 到我的故乡金门2月14号 那天情人节发生了什么事 不就是有四个大陆的移民 他们的船被我们海行撞翻 然后两个淹死 现在尸体还摆在金门 冷冻不还人家 我们政府提出什么要求你知道吗 尸体要回来 来谈啊 要怎么谈 在没有九二共治下 官方跟官方可以谈啊 民进党图的就是这个嘛 用尸体做要挟可以吗 所以为什么对方开记者会 都要骂管碧玲是个人写的 管碧玲还去摸记者的手说 我说不能啊 大家记得那一幕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人除了打嘴炮 没有做事情的事 那我们看到了 澎湖的民进党立委杨耀 他站出来讲 他说移民连哪里 那个水域是不是安全的都不知道 你们官员不知道 我们移民也不知道啊 那你今天讲这个干嘛呢 我告诉你 过去没有这么恶意的话 这个水域是中国大陆的水域 但是你来补他不会讲话 对不对 他当你是自己人嘛 那你今天既然这么恶意的 把我们弄死态度又这么恶劣 那我们怎么去当你自己人呢 所以这就是整个民进党政府搞出来的 从蔡英文 然后弄到了赖清德 一直是这么恶劣嘛 那我们看到移民 他们在海上补移很辛苦 那他们的保障何在了 政府其实完全拿不出办法 所以今天大家推 讲了一番话 其实他们 完全无法可施 非常清楚 那今天我们看到了 从前面 还有一个金门两个调课 里面有个职业精人 也被扣到现在啊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对方的筹码是很多的 我们政府每天还在抗中 然后还在到处去影射 中国大陆记者都可以到台湾来监 来监督什么政论节目 什么这边讲鬼话 你就看到他们的认知作战 每天搞到了极致的话 那那种不友善 对方人民怎么会接受 这是连人带船的寇船事件 违汉 我们看到整个政府上上下下 就一致定调是我们越界在先 所以现在要救人 试图让事情由大化小 可是有一个人逆着风 想把事情搞大 把柴火继续添下去就是苏巧慧 他为什么要这样 好 金江哥有报警的观众朋友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有是非的地方呢 就是江湖 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跟你讲 政治记者最喜欢看这种 是 观众朋友我跟你讲 这是苏巧慧 苏巧慧很会 为什么 他讲说抓人 他马上第一个跳出来呛 为什么吴比瑞不会 吴比瑞怎么没有跑出来呛 因为他要选西北市长 他没有嘛 所以观众朋友 你用这个角度去解读 有人就有是非 有是非就是江湖 因为苏巧慧他这个时候不能 你不能囤顿 他一定要跳出来 可是观众朋友 我没有要选嘛 所以我其实看得很清楚 他第一个跳出来 他讲当街鲁人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锁在路上而已 把我抓到车上 把我抓到他们家 黑白来 结果后来一发现说 包含了这个渔业署 包含了行政院 都跟你讲什么 他是已经跑到人家的 林海去了嘛 所以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 行政院发言人 陈世凯就跟大家讲 不是你说政院要故意去 反驳苏巧慧 不会啦 可是苏巧慧衝太快嘛 但当然他是站在 新北市有很多渔民 重点在这里 澎湖有渔民 新北市也有很多 之前你看那个 之前的现场周席委 很多渔民出去 尤其是在往北 北去走的时候也会遇到 所以要选新北市长 怎么可以 对不对 马上先冲出来 硬起来了 而且是抢中国大陆嘛 这是符合民进党的方向啊 但是 他的方向虽然正确 可是他批评的 这个内容是不正确的 因为 确实经过 确认之后 那个我们的渔船 大静满88号 是在人家的领海 那我也跟观众朋友讲 以往你去查新闻 你只要打夜倦捕鱼 这四个字就好了 过往每一年都有大陆的渔民 跑到我们这边来 或者是用刘四王 我们的海巡也会抓他 但是就罚钱让他回去 所以我也希望他们罚钱 可以回来 所以苏巧慧讲的 当街辱人的这个基础 是不存在的 因为确实那不是当街 是不小心跑到人家的厨房 去开冰箱的时候 你都已经到我家里面了 你跑到人家的厨房 去开冰箱 那这哪个小庚啊 要拿的时候 就被带去小房间了 就这么简单 好 因为 时间点实在也太巧 苏巧慧怎么那么会 因为他偏偏就在同一天 宣布 他有参选新北市长的意愿 这第一次喔 然后就 哦 就开始说 哦 七门踏户 当街路人 冲第一 所以很简单 我今天不只讲苏巧慧 我还要讲洋药 为什么澎湖的洋药要讲说 诶 这干什么啊 我们远民 因为你说实在的 我们当评论员要精确嘛 有没有当街路 我要告诉你嘛 政治路人不是啦 他讲完以后 地方的远民 你看电视的时候 看东升新闻 你有帮我讲话 对了 你看他抢了 抢台了 对了 这个就是打勾了嘛 洋药 澎湖就说打勾 所以呢 行政院是跟大众解释的 可是选将们呢 就是要把他的战斗知识摆出来 那为什么战斗知识摆出来 之前我在书 书乔惠要选新北市的 党部的主委的时候 不是有跟居庄哥 和观众朋友报告吗 八九不理直就是他 就是他啦 那现在更清楚啦 乔惠现在上街面也讲说 对 我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说实在的 不用讲朝这个方向 观众朋友 你看我们报新闻 不用看到 这个一头雾水 就是他的啦 因为我就跟大家讲嘛 整个新北市 就算有人不满意啦 你看现在也有讲说 党内有议员讲说 诶 他那个时候去登街的时候 我们那么多人去 是因为不去不好意思 不去的话 他会有压力 是但问题就是这个压力啊 第一个 新系都挺他了 新系是谁 賴清德总统 新潮流 然后呢苏细 整个新北市12个立委 当中有三个苏细 苏巧慧 吴秉锐 还有上红路啊 然后其他的 这个议员 他们都没有办法 不去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政国会也没有人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最大 最主要的参选人 所以苏巧慧他也上前面讲说 朝参选2026的 新北市长之路 向前迈进 好我想问你 潜在对手 一个李四川 一个黄国昌 他怎么看待这一局 苏巧慧为什么这么积极 为什么这么快冲出来 为什么也已经表态 为什么选市长部主委 因为苏巧慧 或者是他的爸爸 苏仁昌院长 看到有机会嘛 所以冲出来啊 为什么冲 因为他爸爸很冲啊 他爸爸是苏仁冲啊 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 观众朋友 来我们把他拉回来看 这是新北市长 我现在不敢断言 但我告诉你 极大可能机率就是李四川 黄国昌 虽然三个人都选 你今天黄国昌 身为民众党的第一战将 目前胜量 还高过柯文哲 对不对 你不让他选 你要叫他干嘛 包啊 当李四川的副市长吗 他愿意吗 他干吗 他不干 所以黄国昌 要不选的情况之下 除非国民党 根本不提名 让他提名 但问题是国民党想说 我们是怎样 我们在新北市 朱立伦八年 侯友宜八年 李四川 快给民调个管啊 我是退 我退五年 我怎么要退 我的民调比较高 现在李四川的民调 如果低于黄国昌 那就能成了 观众朋友理解吗 如果李四川的民调 低于黄国昌 那蓝白要合成一组 再来谈嘛 可是现在看起来 因为先前有公布民调 李四川的民调是第一 黄国昌大概13% 那这种状态之下 李四川你撞到了 不要提名 所以重点在于 国民党又是现任的现市 他又要连任 就一定提名 但是蓝白都提名 状态之下的时候 蘇巧慧 觀眾朋友我就写在这里 蘇巧慧40%的 当选新北市的市长 这种时候还要囤论吗 尤其他的父亲 是苏智商以前也选过 输给了国民党的侯友宜 所以这个叫做 爸爸的仇女儿来报 蘇巧慧选2026 一句话板上钉钉 封信尼带我们来解读 蘇巧慧 他背后的盘算是不是 反正我要选了 我要的是声量 我就趁这一波 我就这个时候 登彥雄 你怎么看 但是他犯了一个最大的误判 他没有想到 后面居然没有同志跟上来 我们先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其实民进党的膝盖式的反应的话 理论上来讲 其实就是康宗保胎 那就是像蘇巧慧的这一些说法 说你亲门踏户啊 你居然当街辱人啊 那么可是你会发现说 后面所有的人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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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跑到人家家门口去了 就包括了海群署 然后包括了行政院 然后这些呢 全部都开始口径一致的 告诉大家说 是我们渔船犯的错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一次你会发现 民进党政府 它处理的方式 跟过去的膝盖式反应 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判断 未来可能会层出不穷 那未来层出不穷 有没有能力阻挡呢 没有能力阻挡 要为未来的无能 先预做准备 这次赶快先承认 是我们渔民的错 苏巧慧呢 他刚好反映了 就是那一个 什么叫做 游勇无谋的暴冲 因为膝盖式反映 就是先罢人嘛 骂完了之后 才发现骂错人了 那可是问题是 你要选一个新北市市长 结果你展现的是 游勇无谋 刚好你的起手势 正好落入了 大家的笑话当中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要小心注意 因为呢 过去这17年 其实2003年 那个时候呢 其实大陆实施这个 休渝的这个规定 已经有三十几年 那认真的执法 大概是最近 越来越严格 可是对台湾 一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看这一次的澎湖 大进满 它其实是直喷 那个 就是那个大陆的 这个领海而去 它中间没有任何的停留 就是要在那个地方 趁着大家修鱼 然后它去捞鱼 那这行径 其实坦白说 是有一点问题的 好 可是呢 我们做了十几年 这样的事情都没事 现在为什么会有事 当然跟2月14号开始 然后一连串的 两岸的第一螺旋上升 有很大的关系 那这会是第一次吗 不会 所以金门的渔民 要比澎湖的渔民 警醒多了 他们呢 知道说现在两岸情势紧张 他们的渔区呢 那作业的范围都仅限于 金门的禁限制海域内 那绝对不会出去 所以呢 他们绝对不会出事 但是呢 现在就意味着 澎湖的渔民就变成 要么就是呢 减少他们的 这个去捞鱼的范围 要不然的话 就是冒着被捕的风险 而且一旦发生了任何状况 你不要指望有人能够救你 这一次的渔民的家属 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他没有拜托任何的政府官员 你知道他拜托谁 他拜托谁 他拜托前立法委员林炳坤 林炳坤是2012年就没有当立法委员 今年都已经75岁了 他为什么要拜托 没有任何政治身份的林炳坤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 如果这一次要去拜托 真的有政治身份的人的话 那可能事情会变得更大条 你就知道说他们现在对政府 已经是放弃了希望 观众朋友我们一路看到这个地方 两岸的恶意不断的在堆叠 还有一件事应该要翻页 但是似乎有人不想让他翻页 就是红媒在台湾的政论节目 丁梢的这一则 姑且称他是没有证据的假新闻 今天终于等到了 文化部也来了 陆委会也来了 有没有证据通通丢在台面上 结果你会发现 居然很诡异的在这个现场上演的 民进党立委的落跑大戏 更觉得是这个人 梁文杰 陆委会的副主委 媒体麦克风 督过去 一问三不答 你听听看 那为什么丁商安会找不到爆料者 有找自由时报的记者来问吗 资深媒体人是谁呢 我们该问的都有问 那结果碰到很大的困难是不是 该问的都有问 西华社记者已经问了 该问的都有问 所以是已经问 那是资深媒体人找不到答案就对了 该问的都有问 谢谢 该问的都有问 还在问什么 那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马上居然跟这件事情 最怪的是什么 就是国防外交今天召开了一个 我们讲的专案报告 这个专案报告很显而易见 就是说 到底我们讲的中共新华社 也就是正部级的人 有没有这个记者赵柏 来到台湾去监控政论节目 就这么简单吗 一翻两瞪眼 就怪啦 王定宇理论上来讲 他是什么 民进党的打共级先锋 他担任召委 我们相信他 觉得台阶府没问题 结果没有想到 国安局报告完毕 国安局报告完毕 文化部报告完毕 就这样跟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宣布上会 各位我们到现在为止 休息 还没完欸 等一下还要咨询欸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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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咨询了 这就外套蹦蹦的 人随着他跑掉了 就这样高歌离席 那个时间点大概早上十点钟 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我跟各位讲好不好 因为国民党根本不在场 这跟我们刚才聊到的内政委员会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内政委员会 今天民进党假动 而王定宇跟我们讲的 还有六位立委是谁 沈柏扬 你知道排在哪里吗 一二位咨询 所以居然哥 如果你今天是国民党立委 你看到说前四位 全部都是民进党 你会有什么想法 我晚一点来就好了 我晚一点再来 我先去内政委员会打个架 我打个架之后 再来回来咨询嘛 结果王定宇就知道这个状况 反正国民党刚好唱空诚 没有人在现场 大家在内政委员会打架的时候 他就趁机 紧急宣布上会 紧急宣布休息 那这时候问题来了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谁最急得知道共匪 有没有抓到 应该是你啊 应该是王定宇嘛 对嘛 你是抗中的第一长将啊 应该是沈柏扬嘛 是 结果怪是怪在 为什么他们要去躲避 规避这个话题 你知道更好笑是什么吗 到了下午的时候 王定宇两点半 还是得要面对现实 因为早上他已经浪杠两个小时嘛 休息两个小时嘛 龟缩了两个小时 躲了两个小时嘛 他说不好意思 因为内政委员会现在在打架 所以我们这边上会 这开我什么玩笑啊 内政委员会讨论选霸法 你是国防外交叉 那是内政委员的事干你什么事啊 对 他就是找个理由 其实我根本不意外 因为呢 我跟你讲 在早上的时候 其实王定宇演这一出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预期了 我甚至早就已经公开讲了 我就说 王定宇下午肯定会摆烂 连进都不进了 国不其然 真的 完全不敢触碰 到底共匪在哪里 所以这个抗中保台 到底是玩真的玩假的 好 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 梁文杰 梁文杰 梁文杰在几天前上了伟汉的节目 他已经讲了 他说 他们找不到那个消息 透露来源的那个资深媒体人 这个是最重磅的 他承认了嘛 但是手上不排除还有一些证据 今天媒体终于问到他 直接就在这个现场 那个麦封都在这个地方 他怎么会口才便己的一个人 居然打不出来 我坦白讲 梁文杰是今天最倒霉的一个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请问一下说有共諜 有共匪来到台湾 监控政论媒体的人是谁 秋锤正 关不关他的事情 不是我讲的 你讲的啊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今天召开这个中央报告 结果突然间 浪杠羞毁 外套蹭了 人是咒一造成 王定宇啊 所以这是王定宇跟秋锤正 害死我们梁文杰了嘛 因为你一个是人跑掉 一个是话讲完之后呢 装作没事情 整个人躲起来 就得由他出来面对嘛 所以梁文杰我坦白讲 他讲的陈思豆沙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喔 他说我们呢 找不到这个资深媒体的人 那请问一下 作为梁文杰配额 他今天问的话 该问的都问了 该问的都有问 那谁该问 我直接举给你听 自由时报该不该问 该问嘛 那秋锤正该不该问 该问 那你老闆说有啊 国安党会也该问嘛 对不对 那包括相关的被指涉 照不该不该问 所以如果这些人都问完了 还有一个要问喔 媒体 被你指控的媒体 你少来嘛 你就是点名东盛决战 就是决战关键嘛 对不对 大家心照不宣嘛 那请问决战关键 该不该问 问完了 那问完之后 怎么会没有资深媒体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自由时报在写那篇报道的时候 按照梁文杰 该问的都有问 代表找不到 根本查无此人 但查无此人 这个报道是怎么生出来的 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晚上梦到了 白天变出来了吧 有这可能性啊 这件事情 该翻页了吧 连主事的机关 陆委会的答复是这样 还有一个 直接管电视台的是NCC NCC再上去 文化部 来 我们看文化部 今天次长来讲 哇他的话也真的是还觉得 还不翻页的话 这是头下讲到啦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明明有这么共匪这么大的案件 依照以前民进党 他都会说这叫什么 剪刀枪嘛 是 开始猛打嘛 说你蓝白都通匪啦 你们这些人 都是中共通路人 就不是啊 陆委会跟你讲 讲了老半天 就是讲不出个答案 到底有还没有十天 这么简单问题 有 没有 就这么简单 就我们的国安局高层 讲说什么 黄明昭竟然说 哎呀有接获到勤之啊 不是啊 你不要跟我讲勤之嘛 你就跟我讲有还没有 就这么简单嘛 好不好 有勤之是说我好像有听说 不是啊 如果今天就是明确的指证 就是赵博 介入政论节目的脚本制作 介入政论节目的现场丁绍 那很简单 就有还没有啊 不要跟我讲什么情思 就你知道文化部更妙 问他说到底有没有丁绍的事情 文化部说什么 根据我们的调查呢 总共有十个 十多名的中美记者在台湾 你在问A大丁 你在讲什么啊 我在问你 有没有人丁绍 你在跟我讲有中美记者在台湾 就像我问说 到底自由时报这个新闻 真的还假的 你跟我说 自由时报总共有153位记者 什么意思 你到底在跟我讲什么 你把话讲清楚 而且就连沈柏默也一样 你看喔 他像维持一样的定调说 他要 我如果被吴子佳告发呢 到时候呢 当证人 现在吴子佳董事长 已经告发了 我们讲的 赵博 要验证一件事 这个案子是直接送到高检署 高检署就代表他是内乱罪喔 所以到时候沈柏默 因为为什么 他长有情知啊 他说两个月前就知道 邱锤正说却有此事 国安局现在也说有 那国安局你也叫去问问好了 很显然 而且自由时报直接把故事情节 都写得那么清楚了 他说 我做这个的时候会说 有掌握中国要把手伸进政论 俊阳哥 你知道最关键是哪一个字吗 要 所以代表 有没有做了 做了没 还没 都还没 所以那你那篇报导是什么 你那天记者会 你们在开什么意思的 如果你们开演讲记者会 代表你们认证 真的有把手伸进来 但是如果就是要的话 那个叫做未税 未税跟计税差很多 但我现在只有一个结论 抗中保台 明信长很显然 遇到中国人 遇到赵博 通通变成龟缩起来 好 彩薇 你知道我们以前 抓那个飙车柱 有一种口袋战术 把你逼逼逼逼逼 逼到后来你跑都没得跑 你又发现 刚刚雨萱跟我们讲的 这个是另外一种口袋战术 好嘛 你去写一篇假新闻报导 好嘛 你去讲一段故事 可是你都要拿出证据 口袋战术一个一个收拢 一个一个收拢 一个一个收拢 哇 你看那个可笑的结局就是 没证据 这个就是民进党 跟这一些 跟这个自由时报 合演的一出大戏 叫做假新闻 与他们的产地的烂剧 从其实不只是文化部 然后从梁文杰 他们的答案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事实上就是假新闻 第一不只是文化部 证明他整篇报导 是语言不详之外 连到底是谁爆料的都查不出来 其实真的不用吴子佳去告了啦 吴子佳董事长去告 是在查到底是谁指使 这一篇报导的 但是还是一样绝对查不到 到底是谁爆料的 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民进党 谎称出来的假资深媒体人 所以这样的案例 其实按照民进党标准的话 自由时报 还有这个沈柏阳 甚至连秋锤镇 都要被抓进警局关三天 因为是连文化部 都已经证明这是假消息了 不关三天 谁要关三天呢 封心回到梁文杰 如果手上还真有一些证据的话 为什么一问三不答 也许就是因为手上没有证据 所以什么都不能答 这整件事情的源头 它到底是一个假新闻 乌龙爆料 还是呢 刻意罗制的一个罪名 过去呢 我们会觉得 只要你是被告的人 你只要证明我没有做一件事情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东森可以上上下下去查监视器 然后去查说说 那你告诉我说有这个人出现吗 当你做了这么强而有力的证据了之后呢 那另外一方就要提他的证据啦 那另外一方提证据容不容易 其实我告诉各位非常的容易 如果我今天在现场 真的有人在对面 然后指挥我要讲这个讲 会讲这个的话 我告诉各位我心里头不爽 我就偷偷拍照就可以了 这是我刚刚你们在讲话的时候 我偷偷拍你们对面的一个状况 我在拍的时候 你们有任何人察觉我在拍了吗 哇塞 你刚刚拍的 我就立刻拍啦 对啊 我拍了你们有人发现吗 不知道 对啊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连这种证据都拿不出来 你就知道说这个乌龙爆料到一个 什么样子的程度 但说他是乌龙 好我们先讲 前面沈柏阳冲在前面说 我早就听说了 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听说 你听说到人走了 你都还不检举 然后呢陆委会就说 我们也有听文 听完完了你都不去处理 然后现在呢 NCC啦 文化部啦 然后呢 另外一位陆委会的这个副罪 就开始在讲一些543的一些东西 我们该问的都问了啦 哎呀 他们就是有多少人在这边 然后呢 认买了之后呢 那赵博就离开了 如何如何 就讲一些 就是跟这件事情完全无关的话 你就知道说他们现在 已经不知道如何的去圆这件事情 然后你现在又看到民进党现在应对的 滋滋乌乌的 那个滋滋乌乌 王定宇不愿意让这个会议继续开下去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滋滋乌乌希望这件事情 赶快结束 因为知道前面的乌龙非常的严重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更健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我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